一个人好邪疑 你只要经过红木漆 红木鬼就会惨你 叫蒙种鬼 爱骂人有爱骂人的鬼 然后你已经守了这个戒了 他就不会干扰你 他就会护持你 所以这一条是最重要 不杀生 那我们不杀生以后 各位偶尔吃素 好不好 厨衣食物 在家里多吃素 你排位你就放上去吧 有血了赶快放 不然他得不到你功德 不是得不到功德 就是说 你放在这边得到大家功德 你放在身上就你功德 你有吗 如果你有血了就 就给他放上去 那是我们的钞票 功德 多好 第二条 诸佛不偷盗 每一个佛都不会偷盗 所以我们学佛的慈悲 不偷盗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传戒 来 愿父母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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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友情 愿亲在主 愿亲在主 愿自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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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行受 愿行受 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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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佛 那是能 所以各位 你不偷盗了 钱不容易丢 不容易漏财 再加上你会布施 那你生生世世不缺钱 今天你这辈子投胎家里很穷 那你要忏悔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布施 偷盗 所以生在穷人家庭 但是有些小孩子生下来 他们一辈子不用烦恼钱 对不对 这叫富二代 多好了 富二代 我也算富二代 后来我老爸赌光了 后来又赚钱了 这对我很好 我的生命里面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对我就有感悟 所以大家不偷盗以后 要常行布施 好不好 念一下 供养三宝 帮助贫穷 那不得了 供养三宝 又布施 帮助贫穷 会不会做一皇大帝 对 下辈子你做一皇大帝 我还是做师父 互相合作合作 这个世界不靠天神 做不了事 因为人都以为他是老大 他不知道天上还有老大 天神的力量 所以各位 不杀生还要多放生 多吃素 不偷盗 多布施 好不好 第三条 念一下 诸佛不淫欲 请问出家人乃至佛菩萨 有没有男女的性行为 没有的 所以 但是我们在家的人 可以 叫什么 不邪淫 就是夫妻以外的都叫邪淫 你们男女朋友还没有结婚 就在一起睡觉 也叫邪淫 男人花钱去外面找女人睡觉 邪淫 邪淫的果报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在讲给男人听 你们女人都没事的 你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 那你就想要过去抱她 结果你一抱她 那个柱子变成红烧的铁柱 把你全身烧烂烂的 然后一烧几千万年 死的又生生的又死 然后那个烧完以后 你又出生在老鼠地狱 脚把你扒开 所有老鼠把你性肌宽吃完了 然后吃到你流血而死 然后又生下来又被吃 然后自从地狱完了以后 又出生另外一个铁锤地狱 什么意思 脚把你扒开 那个铁锤一直打你性肌宽 打到扁扁了 然后死了又生 邪淫很可怕 然后再来你去投胎做动物的时候 哇 那就惨了 这叫种族 然后你就一直被痛苦 那女人呢 女人如果搞邪淫 她往生以后 然后她就会看到 哇 好帅的帅哥在她面前 结果一抱她 变成一万只的毒蛇 咬她身体每一个角落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这样 太可怜了 那如果是这两个人 她欺骗了她们夫妻的关系 两个人偷偷在一起 那她们两个一起死是什么死呢 那一种很大的转轮 上面有几百个 几千 几百个针 然后就把她们一直轮回一直念 让她们两个手牵着一直念 各位 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 没有人要邪淫 吓都吓坏了 所以邪淫的果报 然后生生世世家庭破裂 父母离婚 子女离婚 然后如果你又搞得很不好 就会有同性念问题 阴阳人问题 很多问题就一直来 然后你生生世世念一下 为情所苦 就是谈到感情就痛苦 别人谈感情快乐 你谈情就苦 那这就是没办法 但是我们了解了 所以我们要学佛 佛不淫欲 我们不学淫 好不好 所以下回你女儿要结婚 找个师父做证明 给他们受戒 不然你不要 他戒只是骗你的啦 戒律才有用 但是各位很难 这个社会很难 女人一怀孕 就会胖胖胖胖 身材变形 老公就对他没兴趣 没兴趣就是外面 然后就这样乱七八糟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很正常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都有营业业 这个很正常 那有些女孩子也很可怜 因为生的家庭里面很穷 从小就被卖掉 然后就做这个行业 很可怜 所以以前我在饭店做过事 我了解这个 我都问那些女人 你为什么要上班啊 太苦啊 妈妈生病啊 哥哥吸毒啊 好可怜 她哪里愿意做这个行业 所以大家不学淫 好不好 哪一天学师父这样 断淫欲 如果你已经离婚了 你就断淫欲 对不对 就多快乐 所以但是各位 一个月 初一十五那一天 不要有男女性生活 初一十五是灾日 对不对 灾日我们那一天 就要过灾界的生活 就是这个意思 连肉都不吃 对不对 所以第三条 学佛慈悲 各位 进行受 不邪淫的戒律 能不能吃 这边没有听到男人的声音 你们都不要讲 我听男人的 各位男人 进行受不邪淫 好不好 命运才会改变 但是各位 还没有学佛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杀到云万九六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了 就是要改变 改变命运 就会改变 而且你会去做善事 我们华人最好了 喜欢做善事 所以大家都有福报 但是福报享受完了 又怕我们堕落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恶业消除掉 不要造恶业 福报 让我们永远修行 第四条 不妄语 跟我来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就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各位要修啊 要修啊 你不修 你念佛都难听 我跟你讲 人家阿弥陀佛很好听 你一念出来跑掉了 还超度了 很困难 骂人骂太多 声音不好听 所以各位一定要检讨 如果你的牙齿外七扭八 也讲是非的 掉牙齿吃肉朵 掉广广 人家佛陀四十根牙齿 你几根牙齿算一算 假牙 所以不忘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骗 所以不骗人的人福报非常大 你到捷克或匈牙利 那个一个教父是他们当地的财神 对不对 他后来怎么死的 因为他去找皇后告诫 然后告诫完以后 皇帝想说 我老婆在外面做什么坏事 就把这个教父说 我老婆给你告诫什么 她说对不起 我是神父 我不能妄语 我不能讲你老婆讲了跟你讲 这个皇帝说 你不跟我讲 我把你舌头割掉 他就是不讲 后来皇帝把他四肢脚 手脚绑起来 舌头割掉 丢到河里面去 他那个舌头现在还在 叫舍利子 整个教堂就供养那个舌头 所以那个桥上面就以他为财神 因为说不妄语 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 嘴巴能生财 玉皇大帝为什么有功德呢 真正的玉皇大帝有七样功德圆满 等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慷慨不思 不动气 这个是福报的来源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嘴巴有三条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又会不思 就忍 那福报很大 乔斯家有做这个福报 释迦牟尼佛过去 做玉皇大帝 就是念一下 守五戒 修七德行 成就涛利天福 就是释迦牟尼佛 做玉皇大帝的过报 那我们称为佛教徒很好 听闻佛法 威三宝 守戒律 那各位就圆满了真上身 所以第五条 不要喝酒 吸毒 喝酒 吸毒 有三十六种过患 第一个就是漏财 第二个意志不集中 生生世世呢 就是没有办法打坐 还打喝醉 行为粗糙 等等 所以佛陀说 阿罗汉喝到酒都变青蛙 这什么意思 有一个阿罗汉 很庄严的 结果人家供养他的东西 里面有酒 他不知道把他吃下去 就腿开开的躺在那边 变青蛙 什么神通都没有了 所以喝了酒以后 那你就会杀盗淫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喝酒 然后乃至吸毒 听说这边可以吸大麻 那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回向给他们 多做烟共回向给他们 所以第五条 各位发愿 能够做到就做 那有些人做不到怎么办 那你就至少初一十五做 对不对 以后一个月下来 至少初一十五那天快乐 就像吃灾一样 你吃早灾 然后没办法去外面吃肉 那你下辈子白天快乐 晚上痛苦 至少还半天快乐 不会天天痛苦 你还有一半 所以有些白天都不生病 晚上就病病病病病病 那白天又好了 晚上又病病病病 这叫半天快乐 再来多一条 如果你愿意瘦 最好了 不吃肉好不好 这个叫大乘佛教 你要进入大乘佛教的 基本就是不吃肉 那不吃肉 也不能吃蛋 所以佛陀说了 杀生就是杀父母 吃肉就是吃父母 所以我们出家人 做给各位看 就是我们不能吃肉 吃饭 事实上 不吃肉身体比较好 很多人说 师父我吃素不行 身体会没力 那你去问大象 犀牛 人家吃什么的 人家吃草的 你吃肉以后 你的器官的 你要分泌很多那些 激素才可以把这个肉 消化掉 所以你体力会差 睡觉时间会差 然后呢 身体皮肤呢 不好看 所以不吃肉 人生生世世 生在智慧 富贵 自由 而且相貌庄严 那当然 各位要养成习惯 那你现在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就一个月吃两天 好不好 吃六天 乃至一天吃一顿 也好啊 早栽 去外面没办法 在家里可以吃嘛 做几分算几分吧 那哪一天你想要 如果你退休了 不需要应酬了 最好你超过六十岁 就不要吃肉了 那你就活到八九十岁 不容易生病 就算生病 一下子就好 但是如果你肉吃很多的 你一病就会很痛苦 那各位如果哪一天 你碰到得癌症 医生说很严重的病 你马上发愈愈吃素 病就过去了 吃素的功德 所以我都劝老人家 吃素 老人家反正就是很简单 只是因为 在外面交集应酬 做生意没办法 但是你年纪可以吃素了 就吃素 那如果你是做人家太太 没办法 那你就学六祖慧能大师 肉边素 对不对 肉你老公儿子吃 你吃菜 而且你还要负责念超度 为什么 因为你老公儿子吃的 对他们将来也不好 至少你给他超度了 所以你愿意做就做 而且这个功德 可以超度他们 对不对 吃素的功德太大了 所以佛经说 吃素的功德超过一切 因为慈悲 所以来 第六条 各位也愿所有众生 尽行受 不吃肉的戒律 能不能吃 太好了 好几身 一步一步来 所以各位今天就达到了 真上身的目的 下辈子不会堕落三二道 归一了 有慈戒哪怕一条 而且升天 天有二十八成天 如果你很喜欢点灯 可以升到第三成天 如果你很喜欢在佛前供花 说八万再见 第四成天 如果你很喜欢打坐 那你可以升到第七成 第八成天 叫饭天 那就以五戒做基础 你的点灯 禅定 看经典 各种各种的功德 所以 命运改变 那再来第二步 所以刚才讲了 再念一次 消除我值 体正空性 所以希望大家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 假的 你要告诉自己 假的假的假的 暂时存在的 不是永恒的 这个身体 假的不是不存在 只是它是一直在变化的状态 念一下 诸形无常 对 它一直在变化的状态 诸法无我 它没办法单独存在 它离开空气 离开水 你都没办法存在 叫无我 我们必须依靠外在的种种因缘条件 生命才会存在 所以要不要再试一次 三分钟不要呼吸好不好 死光光 空气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你肺不好多种树 特别各位 如果你要你妈妈健康 多种树 妈妈健康 不容易生病 如果头部中风的人 头部怕中风 高血压 种椰子树 种椰子树 头部不会有问题 不会中风 因为树 树它会呼吸的 对不对 而且这些树还可以提供给人家 这些食物水果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单独存在 是依靠的种种的因缘而存在 这个叫空性 所以不要自己认为说 我是自我单独存在的 我不用依靠别人 不行的 所以万法都是如此 这个世界这张纸 离开树 纸浆 太阳 水 工人 它不存在 所以这张纸就是世界了 就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纸不是单独存在的 而且它不是永恒存在的 这个久了就会烂掉 烧掉 丢掉 所以纸是空性 因为它是因缘和合 它不永恒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都是如此 所以佛陀说 凡是在一起的都会分开 凡是做高位的都会下台 凡是寄居的财产都带不走 凡是有生命的都会死亡 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这个叫真相 我们叫真实的面貌 实相 那所谓形生波罗波罗蜜多时 是各位你要去观察 什么事情你要去分析观察 不要被它卡住 请问生命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那当然生命重要 生命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爱情可以换 对不对 你不要把爱情当饭吃 你就苦了 请问爱情是快乐还痛苦 无奈 不是说太痛苦 还可以混 但是不是这么畅通 人跟人在一起 我跟你讲互相忍辱 只能如此 你要是这个人很挑剔 你就不要结婚 你太苦了 结婚你就要忍辱 对不对 没有人规定我们要结婚 那是一个传统文化 现在人喜欢不结婚 不结婚 不用生小孩 存一点退休金 准备去住老人院 这样也很快乐 所以台湾还有一种满六七十岁的 自己在寺庙旁边盖个房子 让你在那边住一辈子 然后每天来参加早晚课吃素 然后你死了就帮你火化掉 OK了 但是有个条件 这个房子就捐给寺庙 给别人住 这也是个方法 对不对 这也是个方法 而且他们生病 能够看医生的看医生 有些不用看医生的 就帮你念佛 不用看了 太痛苦了 一心念佛求往生 但是减低痛苦 这样就好了 因为早死晚死都会死 不要浪费太多医疗资源 对不对 所以医生说 不行了 你要装胃管了 你要弃钱 OKOK 各位现在就要写好 放弃书 对不对 那就要给你装胃管 给你弃钱 让你在床上多躺十年 慢慢死 做植物人而死 那不行了 所以各位 这一点要看开 这个世间死亡是必然的 有没有来世 所以现在赶快修福宝 对不对 消恶业 来世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 那没问题了 你会不失又守戒 那能够念佛 那一定有宗品 所以念一下 皈依三宝 具足重戒 不犯威仪 这个就是宗品往生 所以刚刚我们皈依了 我们引导往生者 皈依 传戒 他至少有宗品 宗品有三品 对不对 看他是下宗上 那下品往生的人是 他到灵命中才皈依 或是他死了 人家帮他念阿弥陀佛 他愿意去 他就可以下品 那上品往生 那就要发菩提心 吃素 发菩提心 就可以上品往生 所以第三个 求证觉 就是我们要成佛 因为众生很苦 我们也很苦 年纪越大 越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苦 所以 那我们自己苦 但是儿子孙子都不知道他们 自己将来也很苦 所以你现在要慢慢引导他们学佛 劝进行者 让他们了解英国关系等等 所以各位偶尔要学佛这样 有一点耐心一直讲 我还真想下课 我整天都在那边坐 在那边讲 有一点痛苦 但是一定要 像我妈才不听我讲 各位还一夜听我讲 谢谢 所以那是无论如何 你不能放弃众生 所以所谓求证觉 你要成佛 就是要思维众生母亲的痛苦 所有众生的母亲 都是我们的责任 慈悲心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承担 所以各位 你现在住在纽约 首先你要把纽约所有的生命的痛苦 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要为他们念佛 你要升起这个心 所以我要多念一些 因为他们不会念 再来他们天天在杀生吃肉 哎呀没办法 对不对 没办法 所以我要多为他们念多一点 念一念回想给这些被杀的鱼 乃至造杀业的人减低一点恶业 所以我想做妈妈的人很认真 每天念佛 他念给谁 念给儿子孙子 对不对 老婆婆听听阿弥陀佛 他们都是念给儿子孙子的 那菩萨就是这个老婆心态 要念给众生 为众生修行 但是你究竟要帮助众生 就是要成佛 所以中国佛教告诉我们 成佛最好的方便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要求生极乐世界 不要太消极 下品就好 一定要上品往生 那你要上品往生 一定要怎么念 来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秤 劝进行者 所以各位要发起 我要帮助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的决心 为他们成佛 那行为上 就像今天这样 深信因果 读供花 供水 放生 吃树 什么你都做吧 能够相信因果 读诵大秤 那各位要多读地藏经 药师经 法华经 这样 各种的大秤经典都要读 我问一下 八大人觉经读过了举手 三个四个 不错了 其他还不知道 什么叫八大人觉经 最短的 一百个多字而已 但是各位你要读 你现在懂的中文很难得 那这些经典很容易 八大人觉经 遗教经 对不对 慢慢的谱门瓶 药师经 心经 各位要读经典 读经典功德很大 有一只鸡 你看他读心经 他听到了 他下辈子不用做鸡了 所以我们超度 就会念一个心经 最短的 对不对 念经给他 念阿弥陀佛的往生咒 超度他 愿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要发菩提心 读诵大秤经典 各位要念习 波勒波罗密多心经 不要再烦恼 你一念经烦恼就不见了 因为念经的力量很大 念经就是佛陀直接在跟你说法一样 你念出生 如果不会吵到别人的话 念出生 然后呢 特别你会做严供 甘露事实 做完念经给他们听 超度他们 如果你不会念 那你去买人家有念经的那些 卡带啊 CD啊 网络也有啊 地藏经啊 什么都有 那你就跟着念 所以再念一次 发菩提心 身信因果 读诵大秤 劝进行者 要劝人家 劝人家 劝人家要离苦得乐的人 也要发菩提心 也要身信因果 也要读诵大秤 要一心念佛 我想念佛诵经持咒 随便你要修哪一种 重点在改变我们的心态 念一下 调伏自心 发展悲心 就把不好的心态消除掉 贪嗔痴啊 发展那种利益众生的悲心 那由这个悲心产生一个慈悲的行为 去帮助众生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老病死 是一条没有桥梁或浅滩的河流 听闻的人们啊 把船准备好了吗 生、老、病、死 是人类的四大痛苦 出生是生命的门槛 也是痛苦的门槛 很快的 老脉将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 使感官衰退 牙齿脱落 头发灰白 失去记忆力 将使我们脾气坏 难以相处 而且 没有人想要听性情乖利的老人说话 焦虑 绝不会停止折磨我们 我们的财物会出什么状况 我们担忧 我们的子女 将如何的弃这些财物于不顾 疾病 也将带来苦恼折磨的重担 我们因苦楚而憔悴瘫瘫痪 最后必须面对死亡的几度痛苦 这四大苦 形成一条狂暴河流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越过 我们现在就准备一条 可以带我们渡至河之彼岸的船只 不是比较好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